虽然中央警卫局归总参管理 那是邓小平时代 现在的中央警卫局是归国家安全委员会 毛泽东时代的中央警卫局是中办管 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为了获得实权 因为他不是总书记 他就把整个中央警卫局的权力 调动权 使用权 调到了总参 总参办公室 总参就是邓小平的 那就是当时的杨德忠 所以邓小平想抓他就抓谁 想弄谁就弄谁 到了江泽民 整个的权力又调回了中办 那就是游喜贵他们这些人来管了 还有王少君这些人 那么到了习这个时代 又到了完全变了 中央警卫局 从王少君开始 也就是曹青开始 已经把这个权力交给谁了呢 交回给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 十八大以后废掉常委的最大的权力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丁薛祥 朱绍峰 还有习的弟弟习远平 杨洁篪也是其中成员 这几个人管着呢 然后许其亮 一下郭升坤这人都不属意啊 政法委都没让进去啊 完全习家兵说了算 最后邓小平在老年的时候 他把他交给了江泽民的游喜贵 游喜贵下排出了一个曹青 还有一个王少君 这几个人都是真正的中国权力巅峰中的核心人物 习上来之后一直在使用王少君和曹青 为什么他不敢换 无论习怎么折腾 在军队绝大多数不是邓家就是江家 这个是到今天他也改不了 他也改不了 好